MING PAO TORONTO 這個紀念碑是汶萊在1991年 為了紀念開採第10億桶石油 和這個石油公司建立60周年而興建 不過這個形容 一看都好像一塊石油湧出來的樣子 你看到有六條柱 代表是60年托著文萊的國輝 下面就是石油將整個文萊托起的意思 文萊本來是一片熱帶叢林荒野 在1923年發現了石油 到1929年開採 現在在市區沿海岸都會見到很多油井 地下下面就是所謂黑金石油 沿著海岸還會見到很多小型的煉油廠 首先被發現的就是一個叫做Celia的陸上油田 之後沿岸甚至沿海都陸續發現石油 到了現在 文萊每天可以出產原油20萬桶 其中19萬桶出口 成為東南亞地區第三大產油果 所以文萊都有東方石油小王國的稱號 這個遊戲發現中心是由公司在開發油田之餘 對文萊持續發展的承諾 它除了讓我們認識文萊開發油田的歷史和技術 還富起了宣揚保育環境和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展覽的設施大部分都是互動的 而且無論什麼年紀來參觀都會覺得很有趣 難怪成為旅遊項目之一 一百年前 真是沒人猜到一個打魚種田維生的小國家 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全亞洲最有錢的國家 因為它們自己產石油 所以電油很便宜 三元一公升 嘩 真是便宜過蒸餾水 所以每個家庭都一定最少有兩部車 每個都開車的 隨便宜過蒸餅 巨星